类似这样 留下数字 然后非数字 然后留下数字部分 留下英文的部分 留下中文的部分 最后做一个清除 清除 清除的话其实就一行程式 就是range 从B2到F9 帮我点clearcontents就好了 就是这边的话 所以这不用录制句集 其实很简单 你就插入一个程序 插入一个程序名称叫清除 然后你就告诉他说range 从B2到F9 这个范围的资料帮我清掉 就是点什么 clearcl clearcontents contents就内容 清除内容而已 你不要clear clear的话就连格式也清掉 可能里面的框线 通通清除 一般是clearcontents 就等同你按delete的键 clearcontents 这样的话 就可以完成我们要的 总共有六个按钮 另外按钮部分 我想你们有时间自己在从开发人员里面 插入什么 插入这个 就是按钮 控制项 反正拉一个 我的习惯是 拉一个之后 其他用复制贴上的 这样会比较一样大 比如说第一个是数字个数 然后把它复制名称 这边的话就是把它直接贴上 贴上这个名称 第二个如果不一样大 你可以复制这个按钮 把它用贴的 贴第二个 然后改第三个第四个 这样的话每个都会长一样大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之前我们有讲过 把它delete掉 OK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用sub的方式 这VBA的第一种形式 那VBA的第二种形式就是 你可以怎么样插入使用者定义 那这个使用者定义就是当你在 你的那个module里面有function的时候 它才会出现使用者定义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VBA里面没有写任何function的话 那使用者定义这个group是不会出现的 OK好那因为我有写 所以我才会出现 你们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没有就不会出现 那我要怎么样建立 总共一样有五个 第一个是我不要按按钮 但是我希望呢 当我按下这个插入函数的时候会出现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是数字个数 那刚刚有demo过了 或者是另外我们试一下 留下数字好了 留下数字也可以 这边有留下数字函数 然后把资料给他 如果有数字就留下 没有的话就不留 OK 这样的话也蛮方便 刚刚有同学说 那如果中文可以 日文 韩文 阿拉伯文 埃及文 我跟各位讲 因为我们重点不在那个讨论那种 我们重点是摆在那个就是怎么样输出 我们要那个部分的逻辑 还有那个方法 至于如果你要去抓其他那个文字 你Google一下啦 那unicode 只要是哪一个range就是范围一样嘛 一样可以用那个asc的函数抓到你那个字的位置 判断一下是不是你那个语系有日文 如果是就日文显示啦 不过这个应该已经超过我们的那个要讨论范围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做出制定函数 其实制定函数 大概有几个规则跟sub不太一样的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先一样 先做一个什么呢 我们从第一个 第一个是数字个数函数 好 那特别是他跟那个刚刚的那个sub最大不一样 我想第一个名称插入程序的时候 一定要选function 那名称的话呢叫数字个数函数 那function呢跟sub最大不一样 我想我们在入门班都做很多练习了吧 他的最大不一样是 sub是直接抓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然后呢做完处理之后再输出 那function不是哦 方便是你要给他资料 他帮你把结果return到你现在储存格所在的位置 所以他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互动的 跟刚刚跟那个sub是不太一样哦 所以特别是哦 那我们刚刚比如说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数字个数函数的话 那其实最快的方法哦 第一个 一样先插入一个程序 然后一个function 名称就这一个 按确定 那他会帮我产生什么呢 产生 这样子 我把这拿掉好了 OK 只有function嘛对哦 然后名称 那你需要怎么做 第一个 就是 他会 我们需要跟使用者要一个什么 原始资料 所以呢 在瓜谷里面呢 你跟使用者说 请你给我什么 原始资料 那他会选一个储存格 比如他选一sell 选了之后 会把资料放在原始资料里面 那你要做什么 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我们后续的处理 其实那个结构哦 跟刚刚的sub还蛮像的啦 所以我就先用sub来做一个怎么的范本 但是呢 特别是要跟sub最大不一样 在哪里 就是不用跑回圈 因为回圈我们是自己往下拉的 所以没有回圈哦 Ctrl C Fullness的中间的程式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边一下 Ctrl V 贴上 那贴上的话呢 第一个你可能要解决什么问题 缩牌太过去了 sub加tab 把它叫什么呢 to牌 OK 回去 再来的话呢 请你记得哦 原来是自己去上面抓资料 过来这边 现在怎么样 是他给你资料 所以记得哦 如果是salesA欄的资料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原始资料 他会给你资料 然后呢 你只要看到salesA欄的资料 就用什么呢 原始资料把它盖过去 OK 第一个不一样 第二个不一样是 他会把结果return到B欄 可是未来我们不是return到B欄 我们是return到我们除存格所在的位置 所以我们会先把 最后return出来的数字有没有 先暂存在自己本身 特别是哦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常常同学都忘记 自己本身 所以刚刚是B欄 自己本身存放 那他还再来就是把这个存放的质量 再丢到储存格所在的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特别注意 刚刚的那个 其实所有 所以哦 刚刚五个那个sab 都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就改完了 有没有 把A改成原始资料 把B呢 改成这个数字个数函数 就是把改成自己的名称 OK 那改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还有什么地方没改 check一下 好像没有了 OK 没有之后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吧 点选这边插入函数 数字个数函数 给一个原始 有没有 这个瓜虎里面的字就跳出来 给一个资料 我丢给他一个资料 他会返还结果给我 好 那返还的话呢 就是一个那个 呃 先会放在我这个方选里面 然后再把它丢到我现在指定的储存格 所以零就出来了 向下填满看一下 那向下填满的 因为我指定的就旁边这个储存格 有没有 指定旁边这个 所以他里面的资料就变了 好 那一样的方法 你们也可以试着把什么呢 再来其他什么呢 非数字个数函数 好 那等于就是把它稍微转换 那里面基本上我看规则就只有 把A改成原始资料 把B或者C改成什么 自己本身 特别资料 这个一定要改自己本身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好 好 就是把那个 下个再改成方式 好 了解一下 因为VBA的两种形式 这两种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对于那个VBA里面这两种形式不熟悉的话 那未来你要做一些应用就会 好 基本上未来我们在VBA的程式撰写不外乎就是用Sub或Function来呈现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的部分再试试看 然后加个按钮 如果有时间加按钮 如果没时间的话 先练习 把Sub改成Function 试试看